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打官师傅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五一三 三事无常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观完无常 再来观你的身体 以佛法来讲 挤地水火风四大甲合 也可以加个空 因为没有空不能组成 按医学的原理则称为骨骼肢体 你仔细观 形成你身体的条件 意识无常 你要正确思维 它是什么因素形成的 要一项一项观察 不可以笼统带过 否则就没有力量 接着 你生气 你要分析主因是什么 第一 你内在有生气 嗔恨的种子 第二 住缘就是你觉得那个人看起来很嚣张 你内在本身有生气的种子 又刚好遇到那个嚣张的因缘 所以 让你气起来 观世有能力这样分析 你的智慧已经很高了 所有事情 你都可以这样分析 比如 公司为什么会倒闭 就有做企业管理的专家来检测它的成败 比如 台湾最近的观光客为什么会减少 你只要找出原因就有救 比如 高雄这几家的人口为什么一直往外流动 高雄的水质为什么一直改善不了 如果你能探讨出来 你就可以变成世间的智者 如果你学了佛 去比别人更笨 那岂不是很可惜 你们来听课的人 回到家里被家人气得要命 你会不会很沮丧 你来学什么的 按照因果的角度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你有学就一定胜过没学的 否则就是白学 以前我常常为企业界上课 做新人或老员工的培训 新人刚到公司什么都不懂 刚接触产品就要把它卖给消费者 他们觉得有困难 这个概念是错的 你什么都懂 你跟老一辈比 但跟消费者比 你胜过他们 比如 这个茶杯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 你只要到公司上三天的课 你就可以挨家挨户推销 一般消费者不会把你问到 因为你听了三天的课 而他没有听 你们佛法听多久了 却被没有听到的人击倒 好好检测自己 肯定是学得不对 哪里出了问题 自己去找 我谈观境界和身体形成的原因是无常 你们都认同 却没有人开悟 所以我不得不讲第三个 你现在看到的就叫现在 有现在就必然有过去跟未来 人相当矛盾 现在不好 他一直希望变得更好 第二个矛盾 就是他现在很好 不希望变不好 这真是矛盾 假设会变 就全部会变 哪有说一颗心各自表述 那就是你的矛盾 你现在活着 担心死亡 因为你希望一直活着 希望现在成为影红 或希望你的爱人 永远在身边 或希望你的财富 不要缩水 过去是长 还是无常 如果过去是长 怎么会有过去 这个名词呢 就已经过去了 未来是长 还是无常 或者明天是长 还是无常 明天 也会变成昨天 未来也是无常 你过去很贫穷 是无常 未来很富贵 也是无常 你过去很健康 是无常 你未来身体 会越来越不健康 也是无常 所以 你不要得意忘形 健康不健康 你都好好的活着 贫破腹 你都安身立命地过 既然过去 未来是无常 现在 怎么有可能是长 既然昨天 明天是无常 今天 怎么可能是长 你这一辈子 怎么可能是长 故三世 亦是无常 金刚经约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不要一直谈过去 不要期望未来 亦不要执着现在 这样 你才会生起决心 你的心 才会快乐 才会完全 清清静静 不再有很多包袱 你过去有很多怨恨 无奈和内疚感 无常的概念 可以让你释怀 未来说的好听 叫梦想也好 理想也好 妄想也好 都是无常 而现在 哪有常 时时刻刻都在变 透过如此观察 会让你对无常 有更深的体会 以此类推 有更多的方法 自己去想 这样观 才有机会开悟 佛教你无常 佛教你无常 这个概念 你不能明白 你不能走入你的生命 你不能受益 感动 触动 所以你永远执着 固执 顽固 有智慧的人 一定能通全答辩 无常的智慧 就是辩 文后思维 你的心是否一直在过去 现在 未来徘徊 心平 何老耻戒 行旨 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